嘿 還有我的媽啊 還有我的媽啊 董董湯 這個有些人對於這個阿飄這種事情呢 他們一生中沒有任何的感覺 所以他們就不相信他的存在 但是呢有一些呢 他們會接受到他們的訊息 這個時候就有不同的方法 有時候讓你感覺到他在你身邊 有時候會偷夢給你 甚至於有時候會顯出他的相讓你看到 這都是非常妙的一件事情 那在這邊呢也希望所有人對這件事情呢 都抱持一個尊敬的心就好了 我跟各位講 人世間有我們不知道的東西 是 台灣最慘的一次空難就是華航的大原空難 從巴厘島飛回來我們中央銀行總裁在上面 那因為降落的時候沒有降落好 所以整個包括飛機上跟地面 總共200多個人不幸罹難 那時候我們立刻派一些 除了桃園當地的記者之外 我們也派一些小朋友 從台北這邊趕快趕過去支援嘛 那有些因為沒有跑過這麼大型的災難現場 因為那時候雖然有這個封鎖 但是因為太大了那個場面太大了 現場慘不忍睹 還有就是有一些人沒有看過這麼大的 講真的死無全事的畫面 他也搞不清楚什麼東西是什麼 就採訪然後就回來發稿 其中有一個男的同事年輕人 他回來了以後呢 從那天晚上開始發完稿 然後做完採訪以後 他連續跟我講說 連續三天做惡夢 夢裡面都是有一群人 跟他講同一句話叫做 還我肉來 還我肉來 然後連續做了三天 你可以說 當然我們用科學 來這個等於說 他是不是瘡傷後壓力症後去 所以變成這個樣子 那先找他到廟裡去拜拜 結果沒有用 他還是繼續做這個惡夢 那我們就覺得不太對勁了 想一想 我就突然間問了他一個問題 你那天去現場 穿什麼服裝跟鞋子 他說穿的大概是什麼服裝 還有一雙布鞋 不過回來的以後 就換了其他的鞋子 就沒有 我們就回他的家裡 在他放在樓梯間的鞋櫃 把他當天所穿的布鞋 拿出來翻開一看 上面都是瀝浪著的漏穴 他自己本身不知道 他自己本身真的不知道 然後想一下 我心裡就啪一下 然後因為你知道 我們三教九流認識多 就趕快打個電話給老師啊 該怎麼處理 就在老師的教討之下 二話不說 先去買箱買金子 然後帶著這雙鞋子 當然這個鞋子是用塑膠袋放著 趕到大圓空難的現場附近 然後呢就先祭拜叫他跪下來 然後祭拜 把這雙鞋子當場燒掉 回來了以後 他就不再做惡夢了 所以你看到底是 因為看到那個場面 所以自己受到影響呢 還是因為真的去不小心 去踩到人家的大體呢 到現在還是無解 你都不害怕 你講了我們雞皮疙瘩 當世人很好 我們嚇死人 他正氣比較強 因為我曾經跟鬼談判過 所以我不怕 至於為什麼 賣個關子 但是 但是這樣講起來的話 你是相信這種 我是沒有宗教信仰 但是我相信 有我們不知道的東西 或許現在的科學不能解釋 可是今天有個恐怖的事情來了 黃雨昕有帶鬼照片 他有點流测 這一趟那個拍大愛電視的時候 然後遇到美玲姐 趙美玲 不知道大家看得夠不夠清楚 這張照片呢 是在桃園的某醫院 大家都知道 有拍戲的人都知道 那個醫院它比較常 做長期給大家 那我們能夠進去拍 都是一定是12層樓以上 那時候美玲姐剛換了智慧型手機 她就很好奇 因為她自己的體質她知道 那這個房間呢 是我們的 我們的書畫間 我是連那個鬼片恐怖片都不看到 趙哥 跟我們面對一下嗎 不要 你看這邊就好 不要顧目啊 對 然後那一天呢 因為原本裡面都是書畫的人 那 那一位 那一位朋友 她可能是好奇 她一開始她一直在窗邊在看 可是大家知道喔 那個窗戶的外面 12層樓外面 她不可能有地方可以站 然後 美玲姐 一直都有發現她在那邊 可是她不動聲色 一直到書畫的人 大家拍戲的時候 大家都離開的時候 她就把她的手機拿起來 靠近她就說 欸 不好意思 就要拍一下好不好 好可憐 有的人會想說 這是不是人的倒影 這一看就是側面拍的照片 所以不可能是人站在上面 被拍到的 然後結果她拍完以後 她一看 欸 真的拍到了 而且那個人很友善 那位朋友很友善 就這樣子拍一下 她也沒有 她也沒有做任何的動作 就是大家在不同的空間 那她也好奇你們在幹嘛 我可以喝個水嗎 我可以喝個水嗎 我不要 我不要 這大字報你不敢看 我就不要啊 那可以是 我就不一樣 錄那麼多集 從來沒叫我看大字報 真無聊啊 真無聊啊 以後錄這個 麻煩製作單位哥哥 小棉被還是什麼 蓋得不會那麼冷 你可以蓋那邊躲一躲 而且她臉多了 你看恐怖片啊 我們有個棉被蓋起來 可以硬個函啊對不對 硬個函 好 今天我們一樣 就是從事我們今天的男女PK賽 當然Lady First 首先有黃雨昕 來 請到今天這邊 別的來 這是我的地盤 那天的劇情是要拍 就是 開箱聖王的故事 那那個開箱聖王 那天那個劇情是有一個惡霸 社區裡面有個惡霸 他會把他那個 那天要拍他從頂樓 那個三合院的頂樓 把一個小孩子丟下樓去 然後另外一個分場的戲是 村內的人會把那個開箱聖王的那個轎子 大家一起衝撞那個三合院的正門 要衝進去 那那天一開始大家就想說要拍這樣的戲 就說要拜拜 執行就堅持說 那大家拜拜一下 可是呢導演 因為導演是圈內脾氣蠻 比較火爆的導演 然後導演就說拍怎麼拍啊 我就神啊拍怎麼拍 然後趕時間 就大家就 好那不要拍 那就不要拜 那就開始拍 好那大家就趕快動作就開始了 那因為如果要到屋頂上呢 要架燈要比較麻煩那個 所以我們就先開了衝撞門的那個場景 所以這裡呢 四個男生抬著轎子 往內衝 鏡頭是在這裡 然後這個拍完以後 執行 這很正常 這整個拍得很流暢 整個拍得很順利 拍完以後執行很堅持 他說 導演 他就說 看一下 當然就很不需要說 我剛看沒問題啊 他說對不起拜託讓我看一下 他就看了三次 他那臉色非常難看他看了三次以後 他說好對不起對不起我剛可能看錯了 所以這個東西就先讓他過 我們再講下一段 下一段呢 我們就開始往屋頂上移了 往屋頂上移的時候呢 因為要我們有一個燈光 就是大家所謂的月亮光 它是非常大顆的 它必須遠遠的地方然後往上升 升到高處以後再開始打 然後導演講 五四三二 要拍的時候 啵 燈就暗了 這是第一次 然後這樣 幹嘛把燈弄好啊 趕時間 然後那個燈光處理 就好好對不起對不起 就把燈弄下來想說是不是燒了 大家開始檢查線路 然後弄弄 燈亮了啊 那就好馬上好馬上好 就加上去 第二次 五四三二的時候 又啵就熄掉了 然後就又把燈降下來 這時候開始大家有一點點毛毛的人 然後導演不信邪 當然說 趕快給我弄好 三次金都出來了 不要又搞什麼鬼 第三次又上去又一樣 一樣 讀秒一讀完 啵 燈就 滅了 它不是燒掉啊 它下來以後 你一調它就可以亮 這時候導演說 好啦 拜一下 大家才把香 執行就把香拿出來拜 然後在拜的時候 就有人就問那個執行說 你剛剛幹嘛啊 為什麼要看那個 為什麼要盜帶看 他說 他那時候在看 大家在衝撞的時候 他很確定 轎子 這邊兩個人 這邊兩個人 中間是開上聖王 開上聖王的左邊這邊 有一個人 他站著很兇的這樣子 然後一直在看著他們這樣 在衝撞 他就在看大家在幹什麼 因為這個鏡頭太明顯了 你等於是正面直接對著那位朋友 所以他一定要堅持要盜帶要看 所以有拍到那個朋友 他確定了沒看到 所以要看三次 所以他看了三次 他確定 他到底他確定說 到底是人還是那位朋友 好 對 那這個好不容易 大家那一天拜完拜以後 後面順順利利 拍完了 很好 那通常我們劇組這樣 一拍完一定只剩三 只剩燈光師會留著 執行組會留著 導演啊演員 大家一定車開了 噗噗噗噗就都跑光了 那一離開的時候 所有的燈光通通都關起來了 就只剩下燈光組的 那兩個燈光助理 大助二助就開始在收東西 然後執行組也幫忙在收東西 那因為燈都關了 所以那些助理他們就嘴巴 就叼著那個 那個手電筒 然後又咬著開始 一間一間收 收到最後那一間的時候 他就突然聽到後面的門 有一個 門開了 因為那邊都是老舊的門 開了 他就 他咬著燈光 他就咬著那個手電筒 就回頭 所以他一回頭的時候就可以 那個燈光就可以照得到那個門 沒人啊 然後想說 瘋吧 繼續收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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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關起來了 然後他就又回頭 門是關著的 他就開始 他就開始大叫 叫那個大助跟執行的名字 他說 不要鬧了吧 結果你知道聲音從哪裡出來嗎 從對角那邊 他們兩個人在那個地方 所以這裡是沒有人的 那這個門的開跟關 他就突然 他就 他就往他們那個方向就衝過去 他就說 我 我 燈我不會收 然後那個大助說 幹什麼搞那麼鬼 趕快帶他回去 趕快燈收收收趕快走了 可是那執行一看他的臉 他就知道 因為那個執行的體型 他的那個靈異體質比較特別 他就說 好沒關係沒關係走走走回 我們一起去收 我們一起去趕快把它收一收 到那邊收了收 那個執行就在看那個門 然後看一看他也沒多說什麼 他們就趕快東西收收以後 一上車 那個二柱一上車 他就一直這樣子 臉都不敢動 不敢講話 然後臉都發青了 一直抖 直心就安慰他 他說 飯店遇到鬼 阿富夏的拔腿就跑 我頭一抬起來 就這麼近喔 就離我這麼近喔 我就嚇了 所以突然趕快下樓 我的媽啊 這個二柱一上車 他就一直這樣子 臉都不敢動 不敢講話 然後臉都發青了 一直抖 直心就安慰他 他說 沒事 他剛剛在那邊 有看到那個婆婆 他只是要告訴你 我在這裡 這個地方是我 可是我沒有要對你怎麼樣 但是 我在這裡 謝謝 他講了一個 我要補充一個 因為那個片場 他算有點半高山坡 而且又是面臨著那個淡水河 對 所以不管春 不管夏天或是冬天 風非常大 非常大 那我們常常在那邊拍一些靈異片 有一次晚上 我們在那邊放煙 放放放放放放 因為我有個助理 他也是有一點靈異體質 他會那個 那有事沒事我會跟他開玩笑 可是我 晚上我就不敢 白天我 白天 白天 白天都看都看 我通常都是 白天敢跟他開玩笑 問有沒有人來看我們 要幹嘛幹嘛 晚上我就不敢講這個 因為那邊 晚上很黑 那天我們拍那個片呢 我們就在放煙 我就覺得奇怪 冬天拍那種片子 又是那個東北季風 從那個大陸這樣子過來 東北季風 那風很強 怎麼我們放的煙那麼漂亮 而且那個煙放的很 怎麼講 平均 非常平均 對 我問我那個助理 我說是不是有什麼 不然怎麼煙放的那麼漂亮 他說對啊 有人幫我們圍著風啊 我 對 我就 我真不知道 我在假問的你知道 我真的是多問的 我就不敢再講話 沈江本來問你 趙哥圍得怎麼樣 這很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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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著煙代表圍著你們的人 所以我會怕 謝謝 謝謝阿布 輕鬆洋娃娃 我現在要分享這件事情呢 是我親身經歷 那次的外景呢 我們拉外景到北歐去 北歐是到北方很乾燥 而且夏天的時候它是 太陽不會落下來 日不落的季節 所以一整天天都是亮著的 很奇怪喔 天亮著還是會遇到怪事情 那時候啊我們拉的到 比較偏僻的鄉下去 然後去到一個私人的島上 他那時候是島也不能說是島 是說海水漲潮的時候 他把它圍出來 變成中間有河道 所以會把它獨立成一個島 那那個時候呢 招待我們去的那個當地人 他們家在那裡有兩棟房子 其中有一棟是他們自己去度假住的 另外一棟是聽說是百年的老房子 那你知道這些木屋啊 就是晚上我們要住的地方 那個時候我看到那個小小的房間 裡面的擺設就是一張床 單人床 而且是那種傳統的金屬架子的那種 這邊有一個很老舊的縫紉機 再過去是窗子 然後呢有一張小桌子的隔壁 有一個嬰兒車 那個嬰兒車是那種很像 很像那種麵包籃子有沒有 但是它上面有一個遮一半的棚 放在一個就是比較高的一個嬰兒車上 這時候我看到裡面的時候 我那個雞皮疙瘩就有點起來了 因為有一隻娃娃 塑膠娃娃 它躺在裡頭 但是它的腳是90度往上的 就這樣停在那裡不動 然後我看一看我就覺得 有點毛毛的 後來我就決定 我把那個墊子拿出來外面 外面不是兩張床嗎 這邊有空地嗎 我想說鋪在這裡睡覺就好了 第一天晚上睡覺的時候啊 那個門 那個房間門 我們不確定喔 我們把它關上 關緊了 可是只要我們燈一關 要睡覺的時候呢 門就自己就 就開了 後來我們也都什麼都不講 攝影師睡這張床 他就直接把它壓緊 我們就聽到那個咔 扣上去的聲音喔 睡覺 隔了一會 又開了 這時候我們就 有一點火大了你知道嗎 就去旁邊拉了一張椅子 整個門把它頂住 頂住 好不會動了吧 睡覺 昨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我們整理整理好 我們準備要出發 我們要出去拍外景 我就想說 傳個簡訊回台灣好了 去找我的手機 可是呢 早了半天我手機都放在我包包裡 我確定我不會亂丟的 在我的背包裡 找找找找不到 我還問攝影師 攝影師說沒看到啊 我就說那你電話借我一下 我手機是開著的 我打電話看看 一打 電話 在房間裡響 在那個小房間裡面響 哇賽 我那個時候 我們所有人 我們三個人全部都停住 不可能啊 我想 不可能 不可能是攝影師整我 他們明明比我早睡著 我還打呼 然後隔天早上又是我先起床 好 我就門打開 就看到手機啊 就在娃娃車旁邊的桌子上 我就傻眼 然後我就 而且 那個時候我看那個嬰兒車裡面的娃娃 腳沒有抬起來了 他是躺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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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過去要拿手機的時候 我連眼睛都不敢看他 我走過去 手機拿就趕快衝出來 門再把他帶上 OK 那天我們就這樣出去工作了 我們拍完了 準備要離開那個小島的時候 攝影師他們在樓下整理機器 我一個人上樓 在我的床位旁邊 我的行李箱 我要收我的行李 上了樓很正常 去開始收我的東西 收一收收一收 這時候我突然覺得 誰在旁邊 你知道 我那時候是蹲在地上 因為我一直鋪床墊嘛 然後我剛剛不是說那個 床旁邊有一個小小的床頭�嗎 我頭一抬起來 差點就要尖叫出來 因為那個娃娃就站在那 然後這樣子 就這麼近喔 就離我這麼近喔 我就嚇得行李拖了 趕快下樓 然後我就跟攝影師講說 一個娃娃跑出來了 他僵持了很久 不敢上去 你知道嗎 你知道這個奇怪的一點是什麼 你知道我上樓的時候 一個這麼大的娃娃 我為什麼沒有看到他在我的床旁邊 嗯 最後要走的時候 我們要離開的時候 後來上樓 我就 他們 我也 我也不敢再上去了 攝影師後來下來的時候 他說 他沒有看到娃娃娃 我覺得你還是把 國星送到那個房間裡 哈哈 哈哈 其實我是知道後來 我很害怕這個娃娃 就是這樣 嗯 因為他永遠眼睛好像在看著你 可是你這個到底是什麼問題啊 親一個的啊 親一個的啊 他自己回想到他看到的啊 是喔 那個畫面 你看到你在回想你不怕 對 會 主要是這裡有一陣風域啊 對 這裡剛剛有一陣風 不要怕不要怕 好 開始投票了 你們要投還是投女呢 請舉牌 一二三 我真的覺得兩個都很 為什麼 因為我也去出過外景 就是吧 然後我也拍過戲 嗯 所以我覺得這個兩個 我都覺得 有那個娃娃我覺得 我會照不住 要是他之後突然講話 帶我玩 哇 不是說不要跟他對話 學姐致死不渝的愛 我要講這個故事啊 是發生在我大學的時候 因為我有一個學長啊 他長得其實很好看 然後他在大學的時候 有交一個女朋友 那個女朋友是 應該他的美貌程度 算是學校裡的笑話 就是也是數一數二的 所以他們兩個在校園裡面 非常非常的有名 可是啊 這麼羨煞旁人的一對情侶 在大二的時候 由於學長實在太受歡迎了 然後他就 有跟另外一個女生走得比較近 然後比較要好 可是這時候學姐就覺得 面子有點掛不住 他不但就是覺得說 呃 怎麼可以就是背叛我之外 他還覺得說 大家都這麼關心我們的愛情 你怎麼可以讓我沒有面子 所以其實他們就為了這件事情 就在大三的時候 起了很多的爭執 然後學姐有一次 吵到很生氣的時候 就直接跟學長說 你到底要不要回頭 你如果不回頭的話 我就死給你看 那個學長就落狠話 就直接告訴他 那你要不要乾脆 直接去死一死 結果學姐就是真的就是想說 沒關係 你叫我去死 是不是 我就真的死給你看 然後他們就分手之後的隔天 晚上 在半夜兩三點的時候 就是在女社的那些女學生 還沒有睡的都聽到很大的聲音這樣 一聲 然後結果大家就趕快探頭出去看 發現有人從宿舍的六樓跳下來 然後跳下來的時候 好像還沒有直接落地 是不小心有點歪斜 掉到水池旁邊 然後頭是直接就是在水池旁邊 剛好撞到 所以她的頭跟身體是有點分開的 但是大家覺得最恐怖的是 那個學姐她真的穿紅衣服跟紅鞋子 她就是純心就是以後要來當利鬼 要來報復 對 然後這件事情當然就是 整個學校都非常的不安 然後也傳到學長的耳朵裡 可是學長並沒有告訴大家說 她曾經叫學姐去死 所以她根本就不敢講 因為她真的其實心裡覺得很毛 因為她真的是她不應該說那句話的 可是真的讓學長一直心裡交瘁 就是整個精神轟炸疲勞的事 從學姐死掉之後 她的網站一直有人去跟她留言 都有一個名字叫做Nobody的人 來跟她留言 一開始學長覺得說可能是 因為學弟妹就是看不過去 或者是想要惡作劇 就會來跟她留言 她也沒有多想 一開始那個Nobody 留的言都還好 都只是說讚啊加油啊 或呵呵哈哈 但是後來那個Nobody 會開始跟她對話 譬如說她有時候會說 學長有時候在網子上面寫說 我最近心情很不好 那個Nobody就說 心情不好 死了就一了百了啊 然後或者是說 心情不好 晚上再到水池旁邊去散步啊 然後那個學長 開始覺得很毛了 因為會跟她散步的只有學姐 會在半夜 然後她發現每一篇留言 都是在半夜兩三點的時候 就是平常她跟學姐去散步的那個時間 而且她突然仔細一看 那個Nobody 通常大家會覺得說那個英文字母就是 那個英文字就是 當你是不是什麼人 就是你不是什麼咖的那個意思 可是她仔細看 Nobody的時候會發現是 然後她一看 對 她就覺得 是沒有身體的一個人 然後每一篇她都仔細看 都是 然後她就覺得 越來越不安 越來越恐怖了 然後所以學長其實 常常晚上都睡不著一個人 然後她都利用晚上的時候 睡不著的時候才會打報告 我記得那個學長跟學姐 他們的那個在一起的紀念日是 五月 五月多 然後到四月多的時候 就是他們紀念日到的前一個月 學長就是有一次在打報告的時候 突然發現她就想說 欸 無聊去登入一下她的Amazon 居然在她沒有登入Amazon的時候 有一個人用零線訊息留言給她 然後那個人就跟她說 我們的紀念日快要到了 之前你送的什麼什麼東西我很喜歡 今年你要送我什麼呢 結果她就說 只有那個學姐知道她去年送了她什麼東西 然後她就仔細看了一下學姐的照片 她的照片是在一個暗暗的房間 然後是只有背影 是長頭髮的背影 頭髮很長 流到快要腰 可是沒有身體 只有一個頭髮 然後學長就想說不行了 這時候真的一定是學姐來找她 要復仇了 學長真的非常非常害怕 然後就把這件事情告訴她的宿舍的 其他的室友 然後就把說 她之前叫學姐去死這件事情告訴大家 然後大家就說不行 你一定要去上巷 一定要去好好祭拜她 然後學長就抱著就是很誠心誠意 就是找了一天去好好的祭拜學姐 然後也送鮮花啊幹嘛的 然後跟她懺悔 然後就大概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她的網站上面一直都沒有出現那個 Nobody的留言 然後大家都以為這件事情已經平息了 已經沒事了 然後學長也稍微比較鬆一口氣 可是到了六月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是大家要交那個期末報告的時候 就大家交報告交報告 然後老師點名發現 欸 那個學長怎麼沒有來 後來大家會說 欸 對耶 她怎麼沒有來上課 跑回宿舍去找她的時候 發現她趴在桌上已經死掉了 然後她打報告的頁面還在 而且出現了一行字 那一行字就說 今天是我們的紀念日 我們要永遠在一起 然後我們都覺得好可怕喔 然後那間宿舍 其實大家也都不太趕再去了 全國男性朋友 你們在劈腿啊 真的 再來一個故事 非常恐怖 謝謝 攝影王有鬼 你怎麼這樣 你要講嗎 其實這個故事 你也知道大概五年前吧 因為康哥在現場他可以作證 五年前 我這五年都沒有講過這道故事 我現在把他的來龍去賣 給我真實看到的東西我要講出來 你等一下講一個我在現場的事嗎 好好好 要不要坐一下 沒關係沒關係 好 大概是大概在五六年前吧 康哥主持一個靈異節目 然後也是我初次去上靈異節目 在台灣第一次去上靈異節目 那個時候就在那個 一個文化城的一個攝影棚 這那一天呢 我們去錄影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了 那我一到現場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不對勁啊 就整個整個攝影棚是硬的 那我就坐下來化妝 我就在等化妝師 突然間我看到有一個小朋友 在我前面 跑過 我就轉過去看 欸 有人帶小孩子來嗎 沒有 我之後化妝師去幫我化妝 那我就問 好 我就跟他打聽一下消息 欸 今天有沒有人帶小朋友來啊 他說 沒有啊 現在沒有小朋友 然後 當他跟我講沒有小朋友了之後 我在看那個鏡子的這個方向 那個小朋友在那邊跟我笑了 然後我 我就整個覺得說不太對勁 好 我們這場開始錄影咯 然後我們就坐 就這樣子坐下來 我記得我好像坐在這個位置 對 對不對 我記得我坐在這個位置 當我一坐下去的時候 其實 我是聽到有一個女生跟我講 我要坐 我是有聽到人跟我講話 我是知道有東西跟我講話 然後我就知道說 就像你講的嘛 我們是新人第一次錄影 所以我不敢 講太多東西 我就硬著坐下來 其實我的潛意是那時候 我已經是 好像 一般已經不是我了 三魂不見氣魄了 她已經要侵入我的身體了 其實是一個女生 我坐在那邊我是 哭的 你還記得我先流眼淚 我記得好像是一個女生叫我 那時候是妙可莉 她叫我 開中 開中 然後她把我叫回來 你知道嗎 其實 我已經 覺得說我的魂已經是往那邊走 我已經是慢慢她要 然後 然後我就大哭 然後 然後 這不是 現場錄影就講說 老師全部說中斷 不要再錄了 對 對 然後康哥就在那邊 打氣 對 打氣 然後 其實就是 就是有東西 在那邊干擾 就想說我們今天錄影要中斷 然後就看很多老師在那邊拿眼 那我就大哭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大哭 OK 到 精彩的東西 弄好了我們繼續錄影 錄完影之後呢 我就 那時候是晚上我回家 然後 因為我養了一隻狗 然後 當我還沒開門的時候 其實我那天 已經是 其實我那天已經是差不多 陽氣已經是 身體已經是很虛弱 我覺得超累的 那個錄影完以後 我又回到家 我還沒開門喔 然後 我的狗就在那邊 嗚 像是家屋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知道 裡面房子裡有東西 因為我只是一個人住而已 我一開門進去 我的廁所的門 突然間 一聲 我稍微瞄了一下 其實我 畢竟我還是很久沒有看到了 我的房間 這 林美珍夜夜清魂 半夜聽到鬼喘十一 驚悚內容 馬上回來 謝謝謝謝 我這出來的 好美 我在看窗口 我的房間 我的房間 就是 角落上面 其實是吊住 差不多有六七個 我最深刻印象的是 有一個女生是藍色衣服的 她們就是吊在那邊 這樣子 然後 那天其實我也不敢睡覺 不敢進房間睡覺 我就睡 睡在客廳 你知道嗎 當我睡覺的時候 我就聽到 有人在那邊叫 台中 台中 我一直 一直就 不要 不管她 台中 台中 快點拍一下 喔 轉過去 她突然 她這樣 拍完一下 我突然轉過去 突然進去一個女生這樣子看著我 然後 看下 一聲一吶 她又不見 然後 我就覺得 喔 不對勁了 我趕快明天要去找我的 師姐 然後 我一到我師姐的佛堂 我師姐講說 妳不要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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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講說 我沒有急啊 她說 不是妳急 是妳後面的 六男 一女 急 然後 她說 她們都是在那個攝影棚發生意外 走掉的 然後 那個女生 因為 我被附身的是那個女生 因為她在那個攝影棚已經三十幾年 在那個地方 她走不出去 她一直在那邊 找人可以感應的 沒有想到可以感應到 她是 她也跟我說對不起 就是 她不是有意 要嚇我的 不過 她沒有 她沒有 她不知道用什麼方式 她請妳幫助她 對 她請我幫助她 剛剛那個時候她開始哭了之後 的狀況是什麼 妳應該很清楚吧 她就開始先流淚啊 然後流淚說 老實講我一開始裝沒看見 因為我們在進行節目嘛 她開始流 我說嗯 因為她那天來的時候就已經怪怪 對 你看她那個臉喔 就是 很奇怪 就對了 反正妳就覺得 就這個人奇怪怪怪的 我就開始 我會打氣嘛 我就嗯 我就很不舒服 然後我就說 她們說繼續錄了 嗯嗯嗯嗯 然後我就 我就走走走走走 我就走出去了 你不錄了 你錄不下去了 我覺得這個怎麼錄 趙哥 當時你如果在現場 你可能我們兩個就一起了 不用 而且 而且剛剛你那張照片喔 我剛剛有意識到 她好像是一個孕婦欸 她剛剛有來欸 你先去那邊 欸 我跟妳講 你先去那個紫色的椅子做 妳看我是那是美玲姐的照片啊 對 妳坐過去一點 妳坐過去 趙哥妳要走的時候講什麼 那個 剛才妳怎麼了 剛才在那之前 我不是長 現在 她過來我 神經濟什麼 神經濟什麼 對 對 她過來的時候我神經濟 你也是你自己 不是 稍微正常一點 剛剛她們在她們過來之前 她們在講的時候 我是覺得有點 神經的 但還好 可是她來以後到現在就還蠻 整個狀態 可能我的位置比較偏好 好 投票 來 男生 女生 你們覺得哪會比較恐怖 請投票 一 二 三 好 來 還剩四 厲害 厲害 驚悚之夜 沉重的氣息 我們整個劇組都在那個地方住了大概兩三個禮拜吧 在那個時候呢 我是跟另外一個女主角睡一個房間的 然後我記得那天凌晨 那個女生呢她就要回台北 那我大概知道大概五點左右吧 她就回台北去了 那我就剩我一個人在睡覺 然後我記得我的窗簾都是拉起來的 突然我就回去睡了 我就沒有管了 再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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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突然間好冷 一整寒意這樣子好冷 我就看窗口 怎麼那個窗簾在飄 好像有風進來 那我也沒想太多 然後我就轉過身躺平這樣子 我就睡 突然間我就聽到一個很重的呼吸聲 她的呼吸聲是 這樣子好像有點吹氣的感覺 很重很重 我突然間我想說我是不是聽錯了 因為她已經走了回台北了 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聲音呢 然後我再聽清楚 真的又在來了 又在很深的呼吸很重的呼吸 然後我就整個人僵住了 我想完蛋了 怎麼會這樣子 我不敢開眼睛 我不敢睁開我的眼睛 我這整個人假裝好像是 不知道這回事這樣子 我就不動就對了 但是呢 我更害怕就是 我感覺到 是有一個人 站在書裝的前面的 白色衣服 不曉得 白色衣服長的 然後長頭髮 擋住她的臉 但是我是很深的感覺到 她的眼神是 真直視地看著我就對了 一直低頭看著我就對了 然後我 當然就背這個場景 我一看到這個場景 我就整個人嚇到了 我就 整個手亂回來了 亂叫就對了 亂叫亂叫 我覺得 我有一半 我的身體是要往上的翹的 但是我又離不開 我還是有一半是黏在我的 真正的身體上面的 所以一直叫 到最後看到窗口的一個藍光 可能就接近天亮了 那個藍色的光進來了 我就整個人鬆掉了 一鬆掉之後 她就不見了 你們那個劇組是大膽劇組嗎 所以已經發生成這樣 大家還要在那個地方 當然也是接近我 我們快要在那邊結束了 所以我們就趕快 拜拜就走了 這樣子 好 謝謝 謝謝 你今天講了幾個地點 你要不要為我們出一次外景 做去走一遍 我才不要 走啦 我陪你去啊 你神經了我才不要做 我去比較有效 對 凱中去 我陪你去 我的意思是 我不要走 你們兩個牽著她 還背我好不好 那你去啊 那你怎麼去 沒有太多 真的有分子嗎 鬼談判 當兵的時候的部隊 是特種部隊 普通康應該有聽過 叫政戰特遣隊 那是一個非常魔鬼的部隊 是 完全不輸兩棲針收贏 最好不要去的 我們每天都是五百個 交互蹲掉伏地挺身 仰臥起座 仰臥公身 跆拳柔道自由搏擊 多刀多槍 什麼都來 所以我們很飆悍 我們退伍的時候呢 每個都像藍婆一樣 很飆悍 一個打你四五個 我們都不在乎了 那我要退伍之前是老鳥 當年因為剛好遇到 國軍的金石專案 所以我們隔壁 另外一個部隊 他被裁掉了 那個兵營被裁掉 有一天我路過的時候 發現有人進去裡面 拿東西 偷東西 我就跟我們的長官報告 那麼長官想說老鳥嘛 那就派我到這個部隊 負責一個人 顧整個部隊 因為我們很飆悍 所以我們就帶了一根棍子 然後就過去了 我到了以後呢 那一天開始 進到這個部隊以後 我就發現 因為我都帶書去看嘛 因為準備要退伍 要考試 我就發現有人靠近我 然後那種感覺 從後面這樣子毛毛起來 一開始是往後面看一下 沒有 沒有 我心想說會不會有過敏啊 然後呢那天晚上要睡覺 一般外面是通鋪 通鋪危險嘛 晚半夜我們在睡覺 有人見了怎麼辦呢 我就去巷 巷中了一間小房間 就類似軍事官睡的房間 我一看門口有一張行天公的符咒 我就把它撕掉 因為我不喜歡這個東西 我就把它撕掉 然後我就在裡面睡覺 睡到一半的時候呢 砰一聲很大的聲巨響 我跳起來 以為是有人入侵 你知道嗎 那時候棍子拿起來就有人入侵 奇怪 沒有整個裡面去過都沒有 就進去睡 睡沒多久 又砰很大聲 這一次我就覺得奇怪 我就決定不睡了 沒多久 又砰一聲 我在裡面發現 是我的房間所發出的聲音 不是外面 那時候我就感覺 好像 好像有點不尋常 結果連續三天 我後面的這個感覺 從來沒有掃過 我房間裡面這個聲音 讓我沒有辦法 三天沒有辦法好好睡覺 那我就覺得 有問題 我就回去我的兵營 把我們兵營裡面的這些狗 我們裡面有一隻 政戰特犬 是一隻金門的大土狗 那個土狗非常的大 而且專門攻擊男人的要害 你看牠多強悍 到了傍晚的時候呢 由這五隻小的狗 開始吹高雷 就那個 哦哦哦 就好 我就感覺 開始吹 奇怪 沒多久 連那隻那麼兇悍 那隻大的金門大土狗 也開始吹高雷 然後做事要衝出去營區 我就知道 不對勁 我就覺得 應該有一些 可能我不知道的事情 然後呢 隔天 禮拜天 我太太來探親 來探親 坐車上來 就這樣聊天啊 聊天啊 回去了以後 隔天我太太跟我講 她做了一個夢 她夢見人站在墳墓裡面 然後因為她是千層的佛教徒 所以這個時候她就唸 一直 歐秘託歐秘託 一直唸一直唸一直唸 開出一條路 她走出那個墳墓 她就醒了 她跟我講這個夢 這個夢的時候 我心裡想 會不會跟這個兵營是有關係的 最後呢 我就回去問 我們還在的留守的 因為那時候整個部隊 到花蓮去參加漢光演習 副連長留守 我就跟她請教一下說 副連長 這個兵營 隔壁的兵營 怪怪的 然後她就問我說 那你睡在什麼地方 我就跟她講 我睡在第一個 入門的第一個房間 她說 你怎麼睡在那裡呢 那裡不乾淨 我說我打掃得多乾淨啊 我打掃得非常乾淨 不可能不乾淨 她說我說的不乾淨 不是那個不乾淨 啊不是又放符咒嗎 我說我把它撕掉了 蛤 她說你把它撕掉了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走走走 那個地方是本來這個兵營的士官長 他就在這個房間裡面的床上去世 然後呢 可能沒有做好超渡之類的 所以呢 她這個房間一直沒有人敢睡 那我說怎麼辦呢 她說 那就去超渡 我想一想 就跑到這個兵營門口 一個 就是雜貨店 問裡面的一個阿桑 她說 那你要千成幾拜 因為每一年的7月15 中元節都有拜拜 今年兵營廢掉 中元節沒有拜拜 好吧 那我就拜 所以我準備了我這一輩子 第一次自己準備的一個 拜拜的禮物 很扯操 花了好幾百塊 準備了一大堆東西 那我就請教阿桑說 那我怎麼知道 他要不要接受 他說很簡單 如果你燒 你先跟他拜拜 相過一半 你開始燒名字 如果他是一直燒 一直燒 像旋轉一樣 那麼表示他接受了 如果他不接受的話 你的名字會洗掉 各位啊 我是政戰特選隊的特種部隊啊 中午十二點整 在那個兵營的大操場 大太陽底下 那些名字都是乾燥 非常乾燥的 我就擺了一桌 真的就跟他燒香 就直接跟他談判了 我跟這些好兄弟們說 我來這個地方 是來顧兵營的 我也是阿兵哥 你們以前也是阿兵哥 人不換鬼 鬼不換人 你過你們的日子 我時間到了 我就會離開 大家撿水 不換河水 現在呢 我就燒這些東西給你們 希望從現在開始 你不要再來找我的麻煩了 那麼相過一半了以後呢 我就開始燒明子跟警衣 點火了以後就放下去 然後沒多久就放越多 每三十秒火就熄 我跟各位講 那時候突然間在十二點整的時候 我突然間感覺到 附近好像陰風慘慘一樣 為什麼 因為我的態度不對 因為我是硬碰硬告訴他的 所以他們決定不接受 我告訴你 面對他們絕對不能視落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我既然敬酒不吃你吃罰酒 我就非常的不高興 就走出去 從此沒有再走進那個兵營 那時候 我突然間感覺到 附近好像陰風慘慘一樣 為什麼 因為我的態度不對 因為我是硬碰硬告訴他的 所以 他們決定不接受 我告訴你 面對他們 絕對不能視落 所以呢 在這種狀況下 我既然 敬酒不吃你吃罰酒 我就非常的不高興 就走出去 從此沒有再走進那個兵營 這就是我青春意大利的 這就是我青春意大利的 多味的 好漢不吃眼神盔 沒錯 男生跟女生 一 二 三 看完藝人們你死我活的鬼亂鬥大PK 我們來看看分數 恭喜男藝人獲得壓倒性的勝利 今天 非常高興 男生隊 獲勝 謝謝 在這邊呢 我們還是要有一隊 今天的特獎 我給他拿 對 惡靈退彩 我們請 幹嘛 你這個又不行了 不是 那他們要誰代表 那是我那個 對 但是在這個之前 我們要先看 我們到底送什麼樣的一個 先接受 這是一個我們哪來避邪的 這是一個我們哪來避邪的 但是他是誰吧 那邊 不要怕 他還活著 他叫瑤瑤 因為他當初照了這張照片 我們覺得太怪異了 你看到嚇到嗎 對 這個照片是非常非常嚇一跳的 但他還是活著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